好 今日快訊要帶您持續掌握 國內外的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要帶您來看 應該很多人都想要問 美國聯準會到底什麼時候要降息 結果其實聯準會的主席鮑爾也說了 他說其實在降息之前 我們要看的應該是這個通膨率 怎麼會這樣講呢 其實可以看到鮑爾之前 在中央論壇的時候就表示 其實現在通膨已經有所下滑 但是我們還是要看到更多的進展 才有信心開始降息 而的確根據最新的數字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通膨是真的有在下降 而在減少貨幣緊縮或者是開始寬鬆政策之前 對通膨持續降到2%也是持續有信心的 而接續我們要帶您看到的是 這個台灣籃壇的重要賽事 也就是PLG還有T1 其實先前就已經宣布要合併 而他們也會首度的要來聯合舉行 體測會還有選秀 但是就在今天下午 體測會就要登場了 但是這些被除名的外籍生 他們也會到場來表達不滿 根據T2DAY的報導 其實新聯盟是決定廢除外籍生的制度 而且是多達11支球隊全部都贊成 確認今年起UBA的外籍生是通通不可以來參加選秀 但是這個規定出來 其實這也讓原本有8位 就有報名PLG選秀的外籍生是非常的不滿 他們也發表了聯合聲明說 希望新聯盟可以重視他們的工作權 也希望可以繼續為台灣的籃球賽事來貢獻 只是聲明一出 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還是沒有轉環餘地 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新聯盟的這個球委會 還是對外發表了說 我們對外籍生球員是表達致意 而且也祝福他們在學生籃球賽事之後 會發光發熱 好這些需要看到的一樣也是台灣籃壇的重要賽事 也就是這個旺寶三對三的職業隊 他們立下目標要前進2028年的奧運 根據ET TODAY的報道 這旺寶的三對三的職業隊 其實日前也是已經有這個同事 一起來拜會台北市長蔣萬安 而且也希望可以獲得這個市府的支持 並感謝呢 其實市長也感謝說旺寶對動物對運動的支持 而且也指示了這個體育局長 作為後續合作的聯繫窗口 而旺寶三對三的職業隊強調 他們現在已經獲得了台北市議會議長的支持 未來也會持續的要來推廣三對三籃球 同時也會備戰國際賽事更重要的 當然就是要取得這個2028年奧運的資格 接下來要帶您看到的是 既然有女大生提議說 要用這個所謂的性服務來換安全帽 甚至男大生也答應了 但最後卻挨告 怎麼回事呢 根據ET TODAY的報導 其實台中市這名的林姓男大生 接受對方提議之後 事後就被控訴說他有性侵的行為 而台中高分院生理之後 也駁回檢方上訴 目前還是維持一審無罪 因為他們說目前依照現在的證據 其實是相當不足 也沒有辦法確信這個林姓男子有犯罪行為 所以全案依舊可以上訴 最後要帶您看到的是這個熬夜 很多人都被迫要加班熬夜 但是這麼晚了還要工作 其實腦袋非常的不清楚 但是我們要教你還是有一些方法 是可以醒腦的 根據ET TODAY的報導 他就說了 其實我們有三個方法 是可以來提升精神 而且還可以提高所謂的工作效率 首先第一點是什麼 就是我們還是要來攝取 咖啡因 高蛋白質 還有低碳的飲食 除了這些多喝咖啡之外 其實喝水也很重要 因為多補充水分 也可以來避免疲勞 而即使也要進行短暫 還有高效的休息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工作到一半 其實可以站起來走動 或是做一些簡單的拉伸運動 最後工作環境也很重要了 包含一些光源或是通風 都是非常關鍵的因素 而且我們應該要來減少 電子設備的干擾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的 最新快訊 接下來把鏡頭交還給主播舒睿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